刚刚TVB高层乐意玲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组聚会照 立马引起关注 据乐意玲透露 趁着袁小姐 她在豪宅设宴招待一众TVB及邵氏旗下艺人 她不仅自己亲自下厨 还找到处以了得的谭俊妍帮忙做饭 让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玩得十分尽兴 曝光的照片中 除了谭俊妍 还来了非常多艺人 包括苗乔伟齐美真夫妇 黄宗泽 王浩信 黄志贤 姚子林 张震朗 李若宜 何以婷 王浩尔 郭百言 冯盈盈 张希文 马冠东 孔德贤 罗天宇等 老中青三代艺人齐聚一堂 比台庆更加热闹 能一下子叫那么多人来家里吃饭 不得不说 乐意玲面子真大 一众艺人中 知名度最高的一定是苗乔伟 她携妻子齐美真现身 夫妻俩均穿着休闲装 打扮朴素 苗乔伟前年底协妻出国 与子女团聚 两人一待就是一年多 直到去年12月份才回港 回来一个多月 她频繁参加聚会见朋友 一直没有接新工作 据了解 TVB总经理曾志伟 日前曾组饭局 邀请苗乔伟 及一众老牌艺人出席 希望他们能回潮拍戏 众人反应不一 有人说好 有人默不作声 不知道苗乔伟是不是说好的那一个呢 很久没见到王浩信 穿着红色外套 戴着眼镜 打扮时髦 身为两届影帝 她一向备受TVB力捧 去年她被安排到内地发展 不仅连拍几部不同题材的戏 还上了综艺节目 忙得不亦乐乎 新的一年里 不知道她有什么计划呢 42岁的黄宗泽 穿着黑色衣服参加聚会 造型很是有形有款 她被一旁的姚子玲紧搂着肩膀 两人还脸贴脸合影 表现很是亲密 值得一提的是 姚子玲是胡馨儿的闺蜜 两人跟黄志文 胡定心 李世华等人 组成了胡说八道闺蜜团 私下经常聚会见面 感情轻如姐妹 黄宗泽又曾跟胡馨儿相恋多年 姚子玲与黄宗泽见面 不仅不尴尬 关系还那么好 实在难得 说到这 就不得不说说黄宗泽和胡馨儿 之间的爱恨情仇了 2012年 一位自称是黄宗泽女友的内地女演员 千里迢迢杀到胡馨儿家 是要逼她退位 据港媒报道 这位女演员正是黄宗泽在内地欠下的风流战 被小三公然挑衅 胡馨儿忍无可忍 这才向黄宗泽提出分手 斩断八年感情 但即便被劈腿 胡馨儿仍不忘给黄宗泽保留体面 对外宣称和平分手 只不过黄宗泽实在配不上胡馨儿的好 两人分手后不到一年 TVB十八线小花林颖童自爆 她是黄宗泽的女友 面对镜头时 林颖童还不忘扫手弄姿 显摆自己的昵称 波波B 译为Bosco的BB 而Bosco正是黄宗泽的英文名 两人最早相识于2011年 当时林颖童在黄宗泽新剧中打酱油 值得一提的是 也是在那一年 胡馨儿公开和黄宗泽的恋情 至于黄宗泽和波波B的恋情时间线 以及和内地女演员串台的可能性 我们不得而知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在和胡馨儿恋情长跑的八年里 黄宗泽从未停止偷心 2005年 黄宗泽和胡馨儿因戏生情 展开地下恋 尽管两人爱得低调 但香港市民早已默认两人的恋情 只不过即便被这么多双眼睛盯着 黄宗泽也管不住下半身 比如深夜初入陈法拉相归 当街居吻司马燕 又比如和梁敬奇以老公老婆相称 不仅如此 港媒还曾曝光黄宗泽半年泡三女的新闻 对此胡馨儿始终秉持不闻不问原则 哪怕被狗仔逼急了 也只是用异性缘过望等拙劣理由为男友开脱 当那两人终于分手 黄宗泽反倒立下一个深情人设 据说是因为黄宗泽分手后再也没有传出过绯闻 大有痛改前非的意思 只不过事实真是如此吗 黄宗泽在39岁生日当天收到最惊悚的礼物 莫过于正牌女友的突击茶岗 2019年 港媒拍到女星陈家衡神色慌张 离开黄宗泽豪宅的照片 本以为是小情侣闹矛盾 万万没想到是为了躲避正宫茶岗 当天演员张莎莎高调现身剧组为黄宗泽庆祝39岁生日 由于张莎莎来访太突然 险些让偷心的黄宗泽露出马脚 将时间到回至2015年 黄宗泽将张莎莎追到手并说服对方地下情 两人在一起两年后 黄宗泽搭档陈家衡拍摄网剧《守护神》并传出恋情绯闻 拍摄期间黄宗泽和陈家衡旁若无人打情骂俏 女方多次被拍到出入南方豪宅 在新剧发布会上 苗乔伟更是不慎说漏嘴 暴露陈家衡和黄宗泽的隐秘关系 只不过对于港媒曝光的这一丑闻 黄宗泽抵死不承认 并强调两人都只是自己的好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 黄宗泽的好朋友远不止这两个 2021年 六贵府珠宝千金翁小军晒出自拍 并派文宗泽说我长得像他 有网友在评论区问 宗泽是不是黄宗泽 翁小军回复了一个嗯 一时之间 关于黄宗泽被富婆包养的新闻传得沸沸扬扬 翁小军不仅是珠宝界大佬千金 刺激名下也有好几家公司 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前夫则是参加过选秀的艺人刘宇超 两人育有一女 眼看包养说愈演愈烈 翁小军删除动态 该口称他和黄宗泽是好朋友 至于黄宗泽到底有多少个好朋友 好妹妹 可能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同样是娱乐圈知名渣男 为什么罗志祥被全民围攻 黄宗泽却能成为放心纵火犯 2012年 黄宗泽 吴卓熙 林峰 接连被爆出桃色丑闻 并被港媒封为风情三峡 据爆料 黄宗泽一共有三部手机 一部用来工作 一部用来联络家人和胡信尔 另一部则用来挤油 而在他的挤油名单中 内地女星柳妍 七威也曾短暂驻足 不仅如此 港媒还直指他半年吃三女 半凡男星被爆出这类丑闻 都逃不开被封杀的结局 黄宗泽 罗志祥就是典型案例 2020年 周扬青的小作文 将亚洲武王罗志祥垂至谷底 如今他在小巨蛋召开万人演员会 宣布付出也没人买他的账 那么黄宗泽在圈内风流多年 人屹里不倒的秘诀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 是前任给予的体面 以及他本人认领的浪子人设 黄宗泽曾在采访中透露 对正牌女友的三点要求 一是要忍受他常年在外拍戏 二是要接受他将朋友和家人放首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黄宗泽妈妈拥有一票否决权 黄宗泽出身离异家庭 被母亲独自抚养长大 也正因此他对母亲言听计从 他的女朋友也必须先过未来婆婆这一关 值得一提的是 黄宗泽说的女友标准 并非妻子标准 对于结婚生子一事 黄宗泽极为佛系 再加上母亲从不催婚 他愈发肆无忌惮 黄宗泽曾在《唐心风暴》三中 有过一句经典名言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如今看来 这也是他本人对爱情的态度 但是这两天 我们拍摄到了黄宗泽与新欢约会的画面 据港媒指 在约会期间 女方看着黄宗泽的眼神寒情默默 而黄宗泽心情也相当好 一直都面露笑容 港媒拍到了女方的正脸与侧脸照 并且还称 女方长相如同翻版李世画 其实从侧脸看 女方长得挺清秀可人的 不过从画面中 似乎没有什么拍到情侣间的亲密动作 该女子是否是黄宗泽的新女友 还无法肯定 或许黄宗泽在看到报道后 会开枪回应此事 港媒在文中称 黄宗泽就连腿受伤 也要前去与女友约会 翻看黄宗泽的社交软件 他的确晒出过 自己因为拍戏而受伤的照片 这次的恋情绯闻如果是真的 就提前祝福他了 如果不属实的话 也希望他能早日找到真爱稳定下来 前段时间 演员黄宗泽跟张继聪 陈家乐的新电影 扎之三正在拍摄中 25号的时候就开始于香港旺角街头 风路拍摄 顿时吸引了不少的路人前来围观 为了赶进度 深夜还没有收工 大家都各就各位 非常的敬业 在中途休息的时候 黄宗泽的牌面比较大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他的身边跟着四名助理 一位年轻的女助理 一直拿着吹风机对着他吹 走到哪里就吹到哪里 非常的贴心 年纪较大的一位女助理 帮忙给他更衣 不过黄宗泽还是很配合 一直都在原地 并没有走太远 所以女助理拿着吹风机 也不会太累 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为他服务 而且身材也特别的好 纤细的长腿 长得年轻漂亮 不一会儿又走出来一名女助理 跟一名男助理 三个女助理同时帮他擦汗水跟补妆 男助理戴着帽子跟口罩 手里拎着双肩包 随时做好待命的准备 不得不说 黄宗泽拍戏还是挺讲究的 还有专人帮忙服务 每个人都有分工 看得出来 不少网友都很羡慕他身边的助理 毕竟可以近距离看见黄宗泽 而且还能够为他服务 大家都争着要去干这份活 由此可见 黄宗泽还是非常有魅力的 一个男人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么炎热的天气里 穿长袖拍戏也非常的热 所以有助理的服务 不但可以防止妆容花了 也能提高拍摄的进度 也是不错的 只要态度好 也没有毛病 从画面中看得出来 黄宗泽是非常的拼 他跟陈珈乐在斑马县上面 正在拍摄一场追杀的场面 街头的一角 还有不少的围观群众打望 画面跟荧幕上的动作戏 一样精彩 他的好兄弟吴卓熙 林峰最近都来内地 录制综艺节目了 估计他也是因为有戏在身 所以没有参加 不过还是很期待他的作品 电影拍摄的周期一般不长 期待早日杀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